全市场指数投资的最大特点 就是用最低的成本来取得市场报酬 透过购买市值型的ETF 像是VT VTI 一次买下市场上的所有公司 完全分散掉个股和产业风险 市场给这间公司多大的市值比重 你投资组合就持有多大的比重 像是特斯拉的市值变成两倍 特斯拉在你投资组合的持股比重 也会自动跟着变成两倍 这过程完全不会产生额外的交易成本 市值型ETF用最低成本 获取市场报酬的方式 就是指数投资的精髓所在 但是让我们的投资组合 完全交给市场主导 真的是最有效率的投资方式吗 从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来说 其实不是 在接下来的影片 我会尽量用最客观的方式 来解释指数投资的两大流派 全市场和因子投资的差异 内容可能会有一点难 但含金量绝对爆表 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 我也很认真的解释哦 所以等一下就没有什么 按赞订阅的搞笑桥段了 从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来说 市场报酬就是市场风险因子 DATA提供的报酬 也称作不可分散的系统性市场风险 像是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的时候 几乎所有公司的股价都在狂跌 这就是市场风险造成的 无论你持有多少股票 好几千万档都不可能分散掉市场风险 所以指数投资就是靠着 购买市值型的ETF 买下全市场 承担市场风险来换取市场报酬 市场风险因子一开始是在1964年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Valian Sharp的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所提出来的 CAPM用单因子的角度来看待风险和报酬的关系 买下全市场 就是用低成本的市值型ETF 来对单因子市场风险因子进行曝险 来换取市场报酬 这时候的β会等于1 光是市场报酬 就可以让你赢过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所以基本上到这边就够了 绝大多数的指数投资人 或许应该就停在这里就够了 但是CAPM后来被证实是个有缺陷的模型 因为市场风险因子 只能解释三分之二的报酬差异 加上陆续有研究发现 小型股和价值股 既然有市场风险因子 不能解释的超额报酬α 不用额外承担风险 就可以赚到报酬了耶 这不就代表市场是没有效率的了吗 之后 我们的效率市场之父 FARMA 为了证实市场还是有效率的 他在1992年提出了三因子模型 因为小型股和价值股 它们本身带有独立于市场风险之外的因子 要把这些风险也加入到资产定价当中才对 从此资产定价模型就从单因子变成了三因子 模型解释报酬差异的能力 也从三分之二提升到了九成 市场似乎又变得有效率起来了 但是之后有许多研究竟然发现 有些不断打败市场的共同基金 接下来还是会持续打败市场 而且这些超额报酬是三因子不能解释的 在1997年 卡哈特证实这些能持续打败市场的经理人 是用了动能交易策略 在FF三因子模型当中 加入动能因子 能让模型的报酬解释能力 从九成提高到九成五 四因子在之后的好几十年 也成了金融业的主流应用模型 先锋集团在2017年的研究 用了四因子模型调查 2004年到2015年的美国主动基金 发现在考虑四因子之后 基金操盘手创造出来的R法 大多都是负的 也就是说那些能真正创造出 超额报酬的主动经理人的绩效 是我们指数投资人 透过投资因子ETF 就可以很简单达成的 而且费用还比主动基金便宜很多 之后在2006年 FAMA发现了公司获利能力比较高的 投资比较保守的 会有比较高的预期报酬 随后FAMA在2015年提出了五因子模型 多了两大因子 获利和投资因子 模型的报酬解释能力 也从三因子的九成提高到了九成五 再来我们看一下哦 这是DFA 美国全市场因子指数 他和VTI追踪的全美市场指数非常类似 不同的地方是 他更专注在小型股价值股 高获利能力的公司 还排除掉了获利能力比较低 而且投资过于激进的小型成长公司 在过去45年当中 他的年化报酬率赢过了VTI1.4% 从五因子的曝显程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β和VTI同样都是ER 但是其他四因子的曝显程度 都是显著大于零的 如果从CAPM的角度来看 这档基金会有所谓的超额报酬α 但是从五因子模型的角度来看 这档基金的超额报酬是通过 价值、规模、获利、投资因子曝显达成的 所以随着资产定价模型 不断的强化和改善 市场没效率的空间也变得非常小 在过去能打败市场的投资策略 像是股息成长、低波动 甚至是巴菲特的绩效 通通都可以完全被因子解释得一干二净 但要记得的是 真正有效的因子 绝对不是资料探勘随便挖出来的 因子背后都需要很强的经济理论来支撑 包括了额外承担的风险 或是肯定有愚蠢的韭菜会落后市场 所以要有风险或是投资人行为偏误上的解释 这样我们才能预期因子在将来能持续提供报酬 这边我用比较白话的方式再解释一次哦 你可以想象整个市场当中 有很多的股票一起贡献报酬 不同的股票有不同的特征 有些股票相对股价比较低 有些动能比较强 有些获利能力比较好 这些不同的特征 就是股票带有的因子 就像我们人的个性一样嘛 有些人就是特别有才 讲话特别风趣 风度翩翩 但年纪大了之后 可能就变得比较成熟稳重了 不爱讲干话了 并没有 所以一只股票可以同时拥有很多个因子 很多种特征 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 可能会带有不同的因子 所以整个市场的报酬 是有很多不同的因子一起贡献出来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买下全市场时 一定会只剩下市场风险因子呢 因为其他的因子 一定会被反向抵消掉 像是买下全市场时 成长股一定会抵消价值股的价值因子 动能弱的股票一定会抵消掉 强动能股票带来的动能因子 投资市值型的ETF 像是VT、VTI 就只会对市场风险因子 单独进行曝险 其他的因子通通都会被抵消掉 所以如果不想被抵消的话 一定要在全市场的投资组合当中 另外再投资某种类股的ETF 或者因子ETF 我想我这样解释 大家应该比较好懂了吗 再来我们想想看哦 为什么要投资除了市场风险因子以外的因子呢 第一个优点 可以提高投资组合的预期报酬 像是从1963到2020年的美国股市 如果单独只对市场风险因子进行曝险的话 只能比美国一个越国库卷平均每年多赚5.46% 如果另外投资价值因子可以多赚7.13% 那另外投资动能因子呢 可以多赚9.58% 不只这两个因子 规模、获利、投资因子都可以起到提高报酬的效果 而且不只美国股市 以开发国家、欧洲、新兴市场也有同样的效果 再来第二个优点 更加分散风险 根据2012年JPM的研究 用因子来建构的投资组合 会比单纯用资产配置还更加分散风险 这是1963到2020年不同因子之间 随时间变化的相关性 因子之间很多都是低相关甚至是负相关 用资产配置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 像是在市场风险因子 长期表现得很差的时候 价值因子就是最好的避险因子 规模因子在短期之间 和市场风险因子的相关性很高 但在长期也是很不错的避险因子 像是在美国消失的10年 1999年到09年 如果只投资市场风险单一因子 只用指数投资买下美国全市场VTI 年化报酬是负的 10年下来是亏钱的 但是这段期间 小型价值股指数的年化报酬是9.51% 价值股指数是3.78% 高获利性指数是2.09% 在美国过去最惨的退休时期 让退休提顶率变到最低最低的时期 1968到1984年 当时爆发了很严重的停滞性通膨 年化通货膨胀率是7.22% 如果只投资美国全市场VTI 年化报酬率是7.26% 是落后美国一个月国库券绩效7.63%的 这时候如果投资小型价值股 年化报酬率是15.8% 价值股是13.46% 另外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 1990到2020年的日本股市 用因子配置来分散风险的确有效 再来我们看看当市场风险因子是负的时候 其他因子的表现哦 除了规模因子在短时间内表现得很差以外 其他因子都表现得不错 特别是价值和投资因子表现得最好 而且随着市场风险因子表现为负的时间越长 除了获利因子以外 其他因子报酬为正的几率就跟着越高 所以从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来看哦 把资金全部压在市场风险因子 鸡蛋通通放在同一个篮子 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能影响资产的价格 不单单只有市场风险因子 还有其他的因子会贡献报酬 在投资组合当中 结合不同的风险来源 不仅可以提高预期报酬 还可以借由因子之间低相关性 来达到比资产配置更强的分散风险 在市场风险因子失效的时候 其他的因子可以发挥作用 这样可以让报酬最终的结果的离散程度 变得更加其中 更有利财务目标的实现 甚至有很多因子报酬为正的几率 是大于市场风险因子的 从十年滚动报酬的角度来看 美国股市除了规模和动能因子以外 其他所有因子报酬为正的几率 都超过市场风险因子 还有如果能做到把不同的因子互相搭配 那绿色的面积就会更大 报酬为正的几率就会再跟着提高 不止美国股市 其他国家的市场也是一样 所以从现代金融理论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不相信资产定价模型的其他风险因子 那么你就不该相信市场风险因子 不该相信指数投资 因为这些因子都是根据效率市场 根据不同风险来对股票进行定价而成的 这些因子是我们了解现代金融世界的重要依据 再来我们看看几位大师级人物 对因子投资的看法 首先是先锋集团创办人约翰伯格 在他写的这本书当中表示 因子投资或许真的有用 但也可能毫无用处 抱有很强烈的怀疑和不支持的态度 约翰伯格说一套好计划的最大敌人 就是幻想拥有完美的计划 把梦想摆到一旁 坚持传统指数投资 就是最好的计划 简单是财务成功的关键 那我们到底该相信约翰伯格 还是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的话呢 再来我们看看Rick Ferry 伯格投领军人物的意见 他主张指数投资有四大阶段 黑暗 启蒙 复杂 最后是简单 他设计的四核心投资组合 也完全是由市值型ETF组成的 所以Rick从来都不是因子投资的提倡者 但他也不反对 在去年他和Paul Merriman 在节目上讨论因子投资 他们两个人得出来最后的结论是 如果当你决定要将投资组合 进行因子配置 那么这个决定就是终身一辈子的决定 那投资金率的作者 2016年也出版了一本 关于因子投资的基础入门书籍 当中漫步华尔街的作者 莫基尔教授 也帮这本书写了推荐序 另外莫基尔在2020年 最新版的漫步华尔街当中 也有提到 任何投资组合的核心 都应该是要低成本的 全市场指数基金 如果真的想要额外投资一些风险因子 来提高风险调整后的报酬的话 那就必须非常谨慎 各位观众还没结束哦 还有一位最后一位压轴的意见 各位可以猜猜看到底是谁 当然是我清流军本人啦 因子配置可以更有效的分散风险 我想这一点 不管是在学界还是业界 大家都是一致认同的 但是因为某个因子 可以长期落后市场 很长的一段时间 像是美国股市过去15年价值因子的表现 真的惨不忍睹啊 可是市场风险因子 也有长时间落后的时候 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全市场指数投资 大家一起落后 所以比较没有感觉啊 如果从过去数据的可靠性来说 市场风险因子报酬为正的几率 是输给价值获利投资因子的 所以进行因子配置 你投资组合的绩效 一定会和全市场的指数投资人 长得很不一样 我觉得只要决定了不管多惨都必须坚持下去 不然肯定会尝不到最后最甜美的果实 当然如果绩效很好的时候 也记得保持低调就是了 那该怎么长期坚持因子投资呢 首先必须对自己相信的因子 有非常强大的理解和认知 这样才能建立起强大的信仰和信心 不然你肯定会半途而废的 再来肯定会花一些时间在研究上 像是光动能因子 在今年和去年就出了两篇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 我的建议是 任何刚接触指数投资的人 都应该先建立好全市场的指数投资部位 然后把新利放在提高储蓄率和生活重心上 如果有多的时间再来想怎么优化投资组合 最后大家一定会好奇 我到底有没有进行因子投资 我的确有 我目标的因子配置是同时投资在 动能、规模、价值、获利因子上面 可惜DFA的基金我们买不到 我使用的是Alpha Architect和Avantis的因子ETF 各位观众 如果这部影片破一千赞 下部影片我就公开我的因子投资组合 直接报名牌给大家 好吗 我们下部影片见